卡丽兹传说新手怎么玩 很多新手进入游戏之后就不知道怎么玩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卡丽兹传说新手攻略 新手入门必看的八个技巧 早知道早点成为大佬 想要玩破解版本的卡丽兹传说 玩家可以在uuxox.com上进行体验 直接可以无限资源无限礼包 初期会开启的两副龙金图的共鸣 分别是二月寒假三晨夜 跟三日暑假三星咒当装备以上组合的龙金之后 会获得共鸣家成这共鸣家成的主性提升影 想满大的你的龙金本身能力越强 这个共鸣提升越大 所以尽量去凑满组合拿共鸣家成 活动都要身家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的无科玩家 那就更不能错过每一个活动 史莱姆讨伐可以拿到星咒龙金福袋 跟龙金强化素材糖果派 对可以获得大量的经验 跟各种果实中午的世界boss会计 手动挑战副本 我不是大佬 所以我第一天只打到了十层第十层的推荐战 另是一万八千左右 我忘记了我第一次打过的时候 战力只有12000而已 靠住手动闪躲招式 拉开距离不写池的图上的 不写道具等等 只要那个推荐评分不是呈现红字 就可以靠手动磨过去 别忘记钓鱼 当你整天的事情都做完之后不知道要干嘛 先别急着关掉 游戏可以把人物丢在鱼池旁边钓鱼鱼 可以在幼龙食堂头时 可以拿到源流随机礼带 跟家具扭蛋币多的鱼也可以拿 去市集挂卖 换取一些金币再用金币去买你想要的装备 跟其他东西另外钓鱼是可以获得经验的哟 挂好挂满才有 满满金币跟经验 记得选择心愿 我忘记在召唤几次之后就可以设定心愿 每天可以设定两个SSR做卫星 愿当抽到SSR龙金的时候 有很大机会出现心愿的SSR这个有玩其他游戏的应该 不用太多愿名 总之就是增加你觉得特定SSR的楼赤剑 跟愿其经共产学少的去挑侠 装备主性可以赚移 这个是我一开始也忘记的东西 虽然新手引导有做过一次 但马上就忘记了XD装备的主性 可以进行转移枪你需要的主性转 移到同一键装备上之后 装备还有第二层用处 那就是投入熔炉可以获得熔炼值 用来熔炼新的装备 如果运气好就可以熔炼出金色装备 剩下其他就是一些小细节 像是使用技能是可以边移动边攻击的 舞者可以边不写边跑路或是竞技场次说不会提醒之 累得欢迎各位补充新手出击 需要注意的重点以上分享几个 为票圈视频